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歡迎回到我們的創世革命 我們今天要來把我們這個大型的產業鏈呢 最終的自動化把它完成 我們讓它自動力殺力 然後自動得到金屬 這是我們今天的目的 那今天呢應該會用到 大家如果有玩這個系列的話 很容易卡關的一個地方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今天的影片應該會幫助大家解決這個問題哦 那總之呢我們現在要做出的是機械手 那上次有提到說我們要得到的是 黃銅 那這個黃銅呢要做合金 合金之後呢要用燒的 這邊會需要烈焰食者的燃燒 是要有一個加熱 那烈焰食者到底該怎麼取得呢 那第一個想到當然就是地獄啦 這邊的地獄到底有沒有東西呢 我們在這邊可以得到黑曜石 我們把岩漿倒進去 然後上面倒水的話 這邊可以直接得到黑曜石 而且不用挖哦 這邊可以直接用手拿起來 那我們的岩漿呢就是用這個 呃石頭拿去燒 這樣我們就有無限的岩漿了 雖然這個比較慢一點 但一次只能先融一桶 那我們這邊可能要多做一點哦 這個陶製的乾鍋 這邊做了六個乾鍋 讓這個岩漿快速的產生 這個之後大概也可以做成一個 自動化的流水線哦 這個岩漿 雖然它有點慢 這會幫我們有更快的方法 這個地獄門呢我們先蓋在旁邊一點 然後我們打開 看一下地獄看起來 嗯可以去哦 但這裡的地獄 是正常的地獄嗎 什麼都沒有 等等 這裡 什麼都是空的嗎 哇我們先把周圍鋪一下 這邊有一個造反地獄的任務 後面目標是打倒四隻戀神 然後五隻的熔岩史萊姆 還有十隻的凋零骷髏 哎所以還要打完凋零怪哎 哎所以這裡是有東西的嗎 我們現在霧萌萌的一片 什麼都看不到啊 直接把顯示區塊拉到最高 64格哦有東西哎 哎好多戀眼神哦 有東西哎有啊 有點遠就是了 但戀眼神也太多了吧 哇那不要打怪了 我們現在是 可以要去抓一隻戀眼神啊 我但是為了抓那一隻 有點遠哎 我好遠而且怪物超多 這我們要有好一點的裝備 但是我現在還是空裝 算了吧 我們用別的方式去找戀眼神吧 如果要召喚生物的話呢 會用到這個無中生物的模組 也就是這個size同一個模組 他這邊呢有一個瓷土娃娃 他是用未燒之的瓷土加一個綠寶石 哦各種礦石鑽石都可以 那綠寶石比較多 然後這個呢 有合成各種生物的方法 我們要的是這個 烈焰娃娃 那 地獄疙瘩 我們這個其他都有 地獄疙瘩的話 要有一個 靈魂沙 這個靈魂沙取得方法呢 是揍水再加上一個沙子 那這個揍水該怎麼取得呢 這在桶子裡面放水 那水的旁邊呢 要放一個郡絲土 那郡絲土又要怎麼獲得呢 這邊一樣用到的是塞子 塞子過濾草地之後呢 有機會獲得到這個 古代包子 這個包子呢 就可以長出這個蘑菇 也就是郡絲土啦 這個模組基本上有各種方式讓你取得各種東西喔 就是很多生態系特定的東西 這邊都有辦法取得到 那這邊草地要怎麼取得 其實就是泥土加水就可以了 這個就可以長出草地 那現在重點是他只能用普通的塞網耶 所以這邊我們要先獲得大量的泥土 這邊可以用礫石去讓它增量 因為泥土我們現在呢 就是要用這個植物放進去 然後變成泥土的 那泥土跟礫石做成出泥之後呢 這邊把它耕地耕一下 然後再挖掉 這樣就變成一般的泥土了 這樣就是可以增量再增量 那畢竟我們礫石很多啦 泥土還沒辦法自動化 那這邊每次製作呢 都是背化再背化 只是耕地要耕得越來越多 這邊呢它的機率是5% 所以我大概準備個20個 以騎王子來說應該會有一個 但這都是完美的狀態一下啦 我們大概會先準備個半組 好不好 32個草地 然後去找找看 有沒有我們要的那個包子呢 這個就直接放進水裡 然後這個材質會怪怪的 不過它就是草地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獲得很多草地了 那反正水無限 繼續灌 那這邊我準備了8張新的網子 8張就夠了吧 我們來做草地吧 來 泥土有沒有我們要的包子 好多 欸有 不是啊 第一個就種了 我們 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有了 那剩下草地怎麼辦 還是 只能漏掉啦 看一下草地還有什麼其他用途嗎 嗯 大概就是過濾用 那 還有一些竹子都有耶 我們就把它全部完成吧 還有什麼種子 超多的 還有蔬菜 好多喔 蕨類也有耶 這邊用到的應該是 這個菜園也可以種耶 然後西瓜都有了 那 小麥 胡蘿蔔 哇 各種植物其實都有了 果在包子已經有三個了 那這邊 菌絲土要怎麼使用呢 應該是放在 泥土上吧 欸 直接變菌絲土了 然後這個其實應該是會擴散的 這個應該是亮度不要太亮 應該就會擴散出去 結果這個揍水要放在正上方才有效啦 現在有進度在提升了有沒有 正上方 有些後揍水有了 這一桶 我好像在 端火鍋 哈哈哈 裡面的水不見了 OK 看起來不見了 好 有啦 我們在端水 好 那這個怎麼不會擴散 嘿咻 放上來 好 是晚上 擴散的速度可能沒這麼快 然後揍水可以這樣子一直獲得 那揍水有沒有辦法用水無限的方式讓它擴展出來呢 我們來試一下 這一樣可以用水桶把它撈起來 揍水桶 這也是我們的任務之一 然後這個揍水 這樣子 還有放這樣子 有辦法嗎 好像 哎呦 我好像撈不起來 啊不行不行 它不像一般的水一樣 通常這種特殊水都是無法拉複製的啦 啊這個碰到會怎麼樣 好像哎 好像也沒事哦 揍水 嘿嘿的 黑漆漆的水 我們碰到是不會怎麼樣 我也會凋零之類的沒有哎 那這揍水桶 我們只能放了之後呢放上沙子 然後它就會變成我們要的 靈魂沙 那這個靈魂沙我們要的是地獄疙瘩 哦可這個機率 嗯 這個機率也只能用最低的塞網 而且只有10% 又要賭運氣了嗎 這可能要再多做幾個了 沒關係我們一發入魂直接漏進去 直接給我一個哥 嗯沒有 OK 我們再多準備一點 這個嘛 如果它不會擴散的話 我已經就只能在 自己擴散了 欸這邊有耶 它開始自動擴散了 這邊多一個 然後白天才會擴散嗎 晚上好像不會漲 好像還是有點光 那我們大概準備了8個 8個試試看 來哦 10% 這麼多 總該有一個吧 0 0嗎 對0 哦NO 再刷一次 再來抽卡 10%也抽不到嗎 一次8個 嗯 真的假的 這麼難抽 我們之前鑽石的0.幾%都抽到了 啊這個怎麼那麼難抽 這邊我們又準備了17個 怎麼可能那麼衰吧 拜託拜託 有了一個 然後我想說我只要拿到一個呢 我大概就自己種吧 我 自己種 中個搭 那這個 蹲蹲蹲有效嗎 好像沒效耶 蹲蹲蹲蹲 長大長大長大 哦那這看起來要骨粉哦 我們之前大家說海草像蹲蹲蹲也有效 哦有耶 哦有耶好快 我們這邊其實做一個簡單自動化 就是風車超慢的轉 那放一個磚頭 但是這邊漏斗往上吸 所以這邊就可以自動的獲得了 這個雖然很慢 但 用量不是很大啦 所以這個就讓它慢慢轉就可以了 那這個靈魂沙其實也是重要的石英來源 之後用到的石英呢 也是靠這邊直接漏出來的 那我們現在綠寶石100% 然後 可能機率有兩個吧 那這邊剛好還有一個骨塊 順便露露看 來 我想要骨塊 石英有了 我們石英後面還會用 那這邊呢 我們現在做另外一個材料是真空管 這邊呢 會用到的是 拋光玫瑰石英 新東西都很酷哦 玫瑰石英 它是用地獄石英加 八個紅絲粉 那這個石英還要經過 沙子打磨 紙張加沙子 真的變沙子 是這麼做 是這麼做的嗎 然後做紙張的話 需要甘蔗 那剛剛好像有一個甘蔗種子 哎沒有錯 這邊甘蔗也是能獲得的 所以感覺這些其實之後 應該都想辦法自動化哦 這個都沒辦法用骨粉撒嘛 蹲蹲蹲 這個蹲蹲都沒效哦 那為什麼海帶有效 甘蔗就沒效 這個13%了 這個6%了 沒效吧 我們蹲了那麼久 看起來好像 沒有特殊效果 這個大概就只能等待 這個骨粉也不能撒 啊這個好嘞 耶 這邊有三個了 我們這個先 種著 先拉背化一下 那 甘蔗也要等一下 哎 怎麼有豬的聲音 怎麼從地獄穿過來了 哇 這樣也生得出來哦 地獄豬 宰了 宰了 OK 那這個地獄 其實烈焰神 不這麼麻煩的話 直接去找應該是OK啦 我們現在至少穿著 鑽石裝之類的 去找應該可以 我實在那邊 怪物量的超多 大概就只有那個堡壘吧 那邊的地形好像 很空 所以生怪全部都擠在那邊 那邊會很可怕 但我們之後把裝備弄更好一點再說 那總之 甘蔗甘蔗甘蔗 OK我們這邊先收集到 三個就可以了 那這邊材料準備的差不多了 這邊再種 留一個 那我們現在來先做那個烈焰神的生怪服 這邊是烈焰娃娃 他說把娃娃放到熔岩桶 就可以生成烈焰使者了 那這邊我們為的是這個 這個燃燒序 這個我們要用這個去抓獵神 呃 岩漿桶 這個算嗎 熔岩桶的話應該就指這個 整桶的岩漿 所以是直接放在岩漿裡嗎 放我來試試看喔 這個 然後放入 放入 應該不是Q出去吧 會是Q出去嗎 會 啊 燒掉了 不是Q出去 不是 他不是Q出去的 我的還有嗎 這邊又長大了 OK 這邊應該是用他同模組的這個桶子 裝岩漿 然後再 右鍵 有囉 有囉 進度在產生了 符咒生效了 我們要抓他 手持空的燃燒是右鍵來抓取 OK 等他出來抓 有了 火爐 哇這個 好殘忍喔 有了這個有溫度了 我們現在可以去做合金了 那再次做出玫瑰石鷹 這邊有多做一點 這個之後用量應該蠻大的 然後再下來我們要做的是砂紙 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直接磨 他要怎麼磨 先把砂紙放在副手 然後 把這個東西 我再磨了耶 好酷喔 好酷喔 他有一個磨的動畫 真的在磨了 有了 拋光的玫瑰石鷹 那這個其實還可以做特殊的工具喔 但我們現在先做這個真空管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的材料全部就完成了 我們的黃銅 不對我們黃銅還沒燒耶 好 這邊黃銅要用的是銅跟這個星礦 不過這邊我們想讓產量更多一點點 我們先把它粉碎 那粉碎之後呢 這個燒通常只有一個錠 但是如果用水洗的話 P次洗滴 這個洗 有機會洗出更多耶 10顆 其實完整的10顆就比原本的還多了 然後有58G再多5顆 欸這個期望值 應該算不錯吧 這樣我們的這個獲得的黃銅量也會變多 那這邊需要的是鼓風機 它有一個扇葉 扇葉之後呢 各種材料 不貴 鼓風機完成 主要都是鐵板 那我們來找個地方讓它洗好了 這個 我看一下這放哪邊呢 喔喔喔喔 在吹了 在吹了 欸有耶 這邊放水 這樣子 然後再把這個銅礦啊 這邊還要先磨過 那我們現在呢 把這裡的東西 嗯 換這個 這樣取代掉 有了 它開始磨了 然後換新礦 這樣子 OKOK 這樣它就會開始磨別的東西了 那這個之後還想更快喔 不過 哇好多喔 這個之後全部都會變成我們的 各種礦物的原料 哇好期待 之後的自動化 雖然這邊 現在就只能手動慢慢磨 但 很期待之後自動化的樣子喔 那這邊磨 有了嗎 礦物是磨比較久 啊裡面好像還有很多石頭 我們先把裡面的石頭先拿出來 裡面還有36個 裡面 卡太多東西了 好嘞 那這邊讓它慢慢磨 這邊就有粉碎的銅礦 那銅礦丟到這裡洗 直接泡在水裡 喔不是 飛走了 等一下喔 這裡擋住 這樣 洗 有在洗嗎 我吸到它了 洗 用水洗 一直沖一直沖 有變嗎 這個是不是 欸有耶 變了耶 它已經變成 銅力了 喔23個 原本大概只有18個 隨著變多5個 喔那個機率是有的 50%多5個 哇 這個 其實還不錯耶 等一下 喔 怎麼有 流浪商人出現了 來 欸這個綠寶石 其實 這樣就可以得到南瓜種子 河豚耶 有需要嗎 河豚 我們綠寶石還有一點 啊蘑菇耶 蘑菇取得好像 有點麻煩 我買 我買一個好了 欸有它在 卡屁嗎 我們買一個 其它大概 應該可以 商人還是會出現的 蘑菇不知道會不會用到 但我記得有辦法做得出來 這邊大概當作食材吧 這個蘑菇加入揍水 居然還可以變史萊姆方塊耶 不過史萊姆球 其實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取得 不過這一次可以拿到9個 是還蠻方便的 不然我們可以先做一個 哎這樣就有史萊姆方塊 對 我們知道那些結構呢 為了讓它變更大 都需要史萊姆球把它 結構連在一起 這個先收藏起來 然後這邊洗的應該差不多了吧 哦哦哦好多哦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左手來做 合金的 這邊先把它整顆的做出來 然後呢現在就可以在這邊 哦 也沒 哦 也沒有打擾我做合金了嗎 我 就就就就就 睡覺吧 啊 被吵醒 不行我要睡 啊又被吵醒 抓緊時間睡 不要阻止我 我睡不著 我現在空裝 我是不是該換個裝備啊 那個還在隱形的 不幫忙一下 好啦一隻就可以睡覺了 我們忍他 嘿咻 好睡覺 哈哈哈 話說我要想要傷人的那個酸神喔 這個岩漿不小心倒下去應該是可以了吧 這樣可以吧 不小心倒下去 對不小心的 沒事沒事沒事 那個羊駝我會幫你好好照顧的 還有那個酸神可以給我 沒事沒事沒事 哦酸神掉出來了 好這個應該有什麼特殊用途嗎 做貓爾 還有一個鑽石的酸神耶 這麼高級啊 這邊的行定跟鐵定的概念有點像 不過這邊有特殊的這個棒子 那他其實沒有太多合成 然後這個銅錠也是 那可以做一個裝甲 銅裝是還好 那其他的花應該不太需要 這邊最大用途還是合金 然後讓這個烈焰神的工作呢 我們還要給他燃料啦 這邊煤炭也是要給他的 他這個時間 給他很多 他變大隻有沒有 看不到他 OK這邊再做合金了 攪拌通通攪在一起 這邊黃銅已經完成合金了 48個 那這黃銅呢還要把它壓成板 這邊要4個板子 4個平板就出現了 終於可以做出這個 黃銅小手熟了 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部件 那這個機械手 完成 哇這應該是一開始還蠻難做的一個東西哦 那我們要用這個機械手來幫我們漏砂粒 那這個放這邊 啊咧 他怎麼沒辦法指向下面 沒關係這邊我們幫他做一個 這邊的板手 那這個板手呢需要一點黃金 我這邊好多精力哦 那因為這個直接洗也不用燒耶 蠻方便的 他其實也有放岩漿的方式 那岩漿就直接燒 但那個燒的話就是1比1 不會比較多 那這個我們要把黃金再壓成板 這個板我們現在都做得比較 擠一點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工程師護目鏡 這個也可以注意一下 他可以看到一些動力的資訊哦 這個剛好有金板 我們就直接做 那現在的板手在這邊 好 我們應該可以調整一下他的位置了 有沒有這邊轉向 可以一直改 呦 我要往下指 然後我們戴上我的護目鏡 我戴在頭上哦 這樣有有效嗎 有更像工程師的感覺了耶 然後現在看東西可以看到他的這個速度 我們看這邊 256的 硬力池 那齒輪這邊看不到 只能看 物品 128 這邊先做一個十字齒輪箱 我們今天要想辦法把這個接到這個動力拉旋轉 所以我看一下這個可不可以改變方向 這樣子他轉的動嗎 然後這邊用傳動桿再延伸過來 那接下來這個齒輪 想辦法把他接上吧 這樣子接的上去嗎 哎呦在轉呢 可以 這邊用兩個這個齒輪箱改變他這個轉向 那 這邊再推了有沒有 哎 推成功了 他這邊推推推推推 把上面放的這個歷史都推完了 這邊用的肉斗呢 我們要升起成黃銅的 因為這個呢可以一次傳一組的東西哦 用那個歷史量很多 普通的這個只能 提一個 那這個可以一次一組 所以這個會比較實用 這邊這樣黃銅睡到之後 這樣子可以嗎 哦 傳上去咧 哎有耶 傳下去之後這邊開始在過篩了 有了 哇 然後這個慢慢推 這個要推個十下就可以過篩完成 不過這個東西會噴出去 這我們 之後再想辦法把它收集起來 大概會是用鼓風機把它吹到旁邊吧 因為這個範圍有點大 或是在下面再放一大堆的運輸袋 把它收集起來 但還是要有風吹 因為它會卡在上面 可以耶 啊但是這個 嗯 這個嘛 這個有點難露上來耶 因為這個 鋁帶要水平線 不然它好像沒辦法放 我們再 想個其他方式 今天先把傳送桿接到這邊的齒輪來 轉動了 運轉了 再露了 啊 可以了 我們現在把這個袋子 接上這個漏斗 那這個就是要放的比較高 我把箱子往上放了 那這個石膜呢 藉由這往上的漏斗可以直接吸到上面去 所以這邊 嗯 可以 麗石通通在這邊 然後呢 轉進去 然後開始漏 然後雖然這個比較慢 這個之後想辦法再更加速的話 應該就可以啪啪啪啪啪 一直過塞 然後現在還要處理收集物品的方法 這個嘛 看一下噴的大概會多散呢 大概卡在上面之外 啊這裡可能會被卡住耶 我們可能要 往外吹 嗯 對吧 吹走應該是比較方便的方式 總之我們已經完成自動化了 我們的各種礦物呢 已經可以有這個方式 完全就是完全不用消耗任何東西了 因為這邊是無限的 那這個動力就是也不用電 不用消耗任何東西 反正靠風車跟水力嗎 哦不用消耗任何東西 然後這個石頭 一直磨一直磨 那接下來就一直送一直送 然後一直鑽石一直鑽石 免費鑽石免費的黃金什麼一大堆 全部都有了 這應該是最重要的第一步自動化 我們終於完成了 好的那我們今天呢 差不多先到這邊告一段路 感謝大家收看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個系列 我們下次再會囉 大家掰掰 嘿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